现在你不能喝 你喝多了 你多多怪不好受 我也不想让你喝呀 年幼的女孩身患罕见疾病 肠胃脆弱不能吃喝 跑遍各大医院 没有找到病因 经过医生不懈的查询 这才知道 她是这个病全球第二例患者 而上一个患者已经离世了 在没有资料可以参考的情况下 她能否转位为安 重获新生呢 本期情感调研室 就带你来看看她的故事 眼前的这个身材瘦弱到 好像皮包骨一样的小女孩 名叫盈盈 今年五岁的 她原本有着无忧无虑的生活 父母对她倍加宠爱 好似一颗明亮的珍珠一般 捧在手心里细心呵护着 可是命运似乎给这个家庭 开了一个恶劣的玩笑 苦难悄无声息地降临 到了这个和睦的小家庭里 本是平凡的一天 盈盈正在品尝着父母 为她精心烹制的美味 还没吃饭 胃部突然传来了一阵剧烈的痛感 让这个年幼的小女孩 忍不住跪倒在地上 放声痛哭了起来 这一下可吓坏了 坐在一旁的父母 慌忙抱起盈盈 来到距离家里 最近的医院 经过一系列繁琐复杂的检查后 医院的医生傻眼了 除了知道这是一个 和血液有关的疾病之外 其他的医生们一无所知 而盈盈的胃部 发生剧烈疼痛的原因 在CT的拍摄下有着最为直观的表现 通过片子可以看到 此时盈盈的肠胃已经变得极为脆弱了 有的部位甚至只有两层纸张那么厚 这就代表着 从今天开始 盈盈将不能吃任何固体的食物 甚至连水都不能大口地喝 由于医院不知道发病的原因 也就没有办法去做相应的治疗 只能用药物维持盈盈 日常所需的营养 看着盈盈痛苦的模样 最为痛心地 莫过于他的父母了 孩子还小 他们无论如何 也不会放弃这条年幼的生命 医院的血液科室的主治医师 王天佑接待了这一家人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检测后 王天佑发现 盈盈的身体之所以会变成这样 主要是因为吞噬细胞倒戈 导致全身脏器受损的罕见疾病 罕见到从业25年的王天佑 也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疾病 不过隐隐身体表现出的病状 王天佑依稀记得自己在哪里见过 重新翻阅 放在书架里面的大量医学文献后 终于在其中一本书中 不起眼的小篇章里 看到了有关于这个病的介绍 是血性细胞综合征 是一种由病毒感染引发的疾病 找到相关的记载自然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 这就代表王天佑可以借鉴前任的经验 可是仔细阅读后才发现 这本文献对于营营的治疗没有任何意义 因为这个病在全球只出现过一次 当时入院的患者并没有检查出病因 病人死后 医院的医生秉承着刨根问底的精神 在进行尸检后才确定患者死亡的原因 并把它记载在了文献上 这就说明 这个病在全世界范围内没有成功的先例 也没有一个确切的治疗方法 再加上年限久远不具备参考价值 能否成功救治营营 对于王天佑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为了能找到一个合适的治疗方案 王天佑专门组建了一个专家团队 对这营营的病情进行探讨 治病是为了救人 这种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情况 龙步的王天佑有半点马虎 每一步他都走得格外的小心 一个月的时间里 王天佑和他的团队做了五次专家会诊 经过激烈的讨论后 最终确定了治疗的方案 步骤分为三步 先是以化疗的方法压制住病情 在情况好转后想办法医治原发病 当治疗成功之后 再用骨髓移植的方法让营营重获新生 谈论的方案终于尘埃落定 会议室里也不再传来激烈的讨论声 这一个月里 王天佑和他的团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病房里的营营也遭受了莫大的折磨 整整一个月的时间 他一口饭也没吃 一口水也没喝 嘴巴干了只能用棉签沾着水杯一点点汲取 体重衰减到不足40斤 在饥饿感的侵蚀下 每一分每一秒对于营营来说都是煎熬 对于食物的渴望 已经快要突破营营能承受的极限了 为了让营营能坚持下去 他的父母和病房里其他病人及家属 在吃饭的时候都会选择避开他 在外吃完后才会回到病房 好在这样的日子终于要结束了 王天佑的团队为营营的病情 专门讨论出来的治疗方案 在经过三个疗程的化疗后出现成效 虽然头发没了 但是好在营营现在已经可以吃饭喝水 重新品尝到食物的味道 营营的脸上流露出喜悦的笑容 经过一段时间的疗养后 营营逐渐康复的身体 已经达到了骨髓移植所具备的必要条件 捐赠骨髓的不是别人 正是营营的亲生父亲 只要女儿能回到那个健康快乐模样 她什么都愿意做 父亲对于女儿最纯粹的爱莫过于此 营营从手术室里走出来的那一刻 就代表着她的生命就此迎来新生 营营也成为了这个罕见病 第一例治疗成功的患者 往后翻开医书的一册 或许还能看到有关于她的记载 时代在进步 原本被认定为为绝症的病 也慢慢有了治疗的方法 在众多医护人员的共同努力下 未来还会克服更多疑难杂症 救助无数被病痛折磨的患者 也感谢医护人员的付出 让患者的家属免受亲人离世的痛苦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不妨点赞收藏加评论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